和闺蜜聚会这天 她拎着一大袋钱 直接砸在我面前 把你老公借给我拆迁过户 我分你十万 我眉头一紧 刚想拒绝 她嬉笑着又说一句 反正你们前几天 为了学区房也办了假离婚 后来我在医院妇产科 无意中遇上两人 听到两人说话声 郭笑 你那个东西真不错 咱们俩刚领证两个月 我就怀孕三十天了 厉害 我当晚看到 差点笑出声 并发消息祝福 祝你们百年好和 段子绝孙 和医生确认 方玉玉怀孕后 我的心像被针扎一样疼 一个是我大学到现在的好闺蜜 一个是和我熬过 七年职养的老公 到最后 我却成了局外人 我苦笑着 不断抹扎着龙旗的小腹 咽下心口的苦涩 初秋微冷的风 吹得我一阵哆嗦 脑子也瞬间清醒 既然他们连孩子都有了 不如爽快地成全他们 刚想给郭笑打电话 他的消息来了 说是晚上回家看我和孩子 我咬紧牙关 直接气笑了 他还想左右右抱 吃着碗里的 还想着锅里的 整个下午 我都心绪不宁 想着晚上要和他怎么摊牌 直到门口传来 稀稀索索的开门声 屋内一片漆飞 郭笑以为 没人说话声大的吓人 方玉愿你答应 留我过户的那号房子 可不能告诉唐欣 听到这话 我脑子里的闲 彻底崩断 看来 郭笑彻底和方玉愿 搅合在一起 那我又算什么 电话里 方玉愿还在说着什么 郭笑前笑一声哄她 唐欣只是我孩子的妈 我最爱的只有你 我心里所有的 焦虑不安和犹豫 都被这句话 交了得透心凉 瞬间 让我冷静下来 也好 强扭得瓜不甜 她这么爱她 那我就帮帮她 我忍着满心的愤怒 等得郭笑开灯的那一刻 下一秒 灯亮了 她转身一见到我 吓得亮腔一步 险些站不稳 眼里划过惊慌之色 瞬间她调整好表情 勉强笑问 唐欣 你在家怎么不开灯 她边问边坐在我旁边 见我没什么明显的反应 才暗暗吐出一口气 我垂了眸子 轻声问 你何方玉愿 假戏真做了 我开门见山的闷 郭笑眼瞳紧缩 神色有些不自然的 插台话题 唐欣 你开什么玩笑 我和她就是 登记了红本子而已 我调场眉 没有说话 心里却冷笑连连 到了今天 她依然没有打算告诉我 而是想继续拿我当傻子猛 她见我一副 不相信的神色 吃笑一声 你别忘了 这还是你亲自答应的 三个月前 闺蜜才大气粗地将一叠钱砸在我面前 我有点忙 刚想问她什么意思 原来 她家老房子拆迁 哥哥嫂嫂们 都分了个盆满钵满 因她单身 少分了不少钱 她打起了假结婚的小九九 十万块 你老公借我结的假婚 不费吹灰之力 印证十万块 你不会拒绝吧 要是别人 我早一口回绝 但我和闺蜜方郁月 从大学到工作关系都铁得很 我若是拒绝她心里 肯定不高兴 楚楚间 闺蜜见有戏 又下了一天猛样 你不是想买二环的学区房吗 我能给你拿的折扣价 便宜个十来万呢 一来一回竞争二十万 再说 你和郭孝 不是刚办了假离婚吗 我刚要开口 郭孝笑着插了一句嘴 咋见 我不可能为了钱背叛唐欣的 你呀 还是正经找个男人 不是更合适吗 方月月 见我没有心动的意思 郁闷地开口 唐欣 你知道的 我是坚定的不婚主义 的确 大学她就骂男人 都不是东西 这辈子 不会考虑婚姻 那时 我和郭孝刚恋爱 她处处找郭孝的麻烦 帮我验证 她对我的真心 好在 老公通过了重重考验 最终和我走在了一起 结婚五年 我好不容易怀上孩子 早早就为她准备学区房 我和郭孝看好了 二环的一套房子 我们双方都是一般家庭 拼借了权利 算来算去还差二十万 那小区物业的客户经理 天天催我订房 我和郭孝急得 像热锅上的蚂蚁 要说 他们之间能发生什么 我是不会担心的 二十万 二十万 最后我答应了方玉月 想到此 我攥紧了手心 一顺不顺地盯着她 冷声道 可我没答应 你们躺在一张床上 郭孝见我纠缠不休 眼底浮起不耐 面色也冷得下来 唐欣 我知道你怀孕辛苦 但你也不能这么造谣瞎编 和她领证是你同意的 我去她家借助 也是你点过头的 现在 又在这一神一鬼 不想过你直说 坏衣未落 她便将手里的外卖 往桌子上重重一放 震得人心里格外胜良 拆迁户是根据户口本 结婚证算人口 分房分钱的 方玉月赚了我十万块后 立即要求和郭孝领证 我也没说二话 两个月前 她突然告诉我 老家的人都知道她结婚了 不办一场酒席输不出去 家里面情面上也不好看 我心里不高兴 但刚拿了人家钱 也不能直接拒绝 只能勉强答应 说来也巧 那天是我们结婚 八周年的经验日 准备过个二人世界 可方玉月 竟然没眼色地赖着不走 眼神来回不停地瞅着郭孝 一会郭孝 做饭真好吃 一会你老公真贤惠 郭孝的嘴角 快咧到头顶上 只有我迟钝的 什么都没发现 原来 是她借着闺逆之情 让我引狼入室 郭孝冷着一张脸 将外卖一一拆开 拿了碗筷 准备吃饭 我扫了一眼 全是陌生的苏州 本帮菜 方玉月 就是地道的苏州人 极爱吃甜 我将筷子轻轻一割 郭孝的面色 变了击变 终于发现不妥 才带着歉意讨好道 唐欣不好意思 我忘了 你不爱吃甜 我敏直了唇 其实 她也不爱吃甜的 只不过 现在换了口味 男人啊 真是善变 我和她大学三年 结婚七年 比不上她和方玉月的那几晚 我刚想摊牌 门口传来 熟悉的声音 郭孝 郭孝一身修身时装的 方玉月 花枝招展地出现在门口 看到我笑得更欢了 只是那孝里 多少带了点炫耀的意思 看她 我比你们带了什么好吃的 她自顾自地走进来 郭孝已经忙不迭地 抵她拿鞋换鞋 握气得更像一对真夫妻 我扫了她们一眼 没有说话 郭孝洗腻她一眼 称怪道 你飞眼圈 这么重不回去睡一觉 还去市里 台队买烤鸭 你可真会照顾自己 说是怪 话里满满都是心疼 方玉月眼里一闪 笑应道 这不 你和唐欣都爱吃吗 我顺手的事 她要是吃不好睡不好 你怎么能吃得好睡得好 话里 带上我和郭孝 眼神却紧紧锁住郭孝 郭孝闻言 面色浮起一丝隐约的笑意 她快速地去了我一眼 见我面色如常 瞬间便调整好了脸色 吓一鸟 方玉月惊喜地大呼一声 全都是我爱吃的 太棒了 说着 像抑制不住高兴一般 裸着郭孝的脖子 当面亲了一口 现场目的一瞬 郭孝的表情凝滞了 眼神反射般地直直头向我 方玉月后知后觉得 摸了摸鼻子 向我道歉 对不起啊 唐欣 刚才看到好吃的没忍住 你知道的 我就是个大吃货嘛 我动了动唇 嗓音淡淡 的确 怀孕的人是要多吃点 这话一落 她眼里闪过一丝惊慌之色 郭孝立即强笑着打人场 唐欣说的是她自己 五个月的身子 可不正能吃吗 方玉月放下心来 拿着筷子 一口口尝遍了每一道菜 林辽 她还好心地递给我一双筷子 让我也尝尝 要说反客为主 真是舍也比不上她 我挥太筷子 装作不经意地开口 今天去了一趟医院 见了点我新人的东西 吃不下 郭孝下意识地问 什么 说来也好笑 我另一个朋友家里 也赶上拆迁 见了一有夫之夫 假结婚插户 到最后 居然有了感情怀孕了 几个人打成一团 给我看得没胃口 像这种渣男贱女 生出来的儿子 也一定不健康 是吧老公 我越说笑容越深 方玉月面色红一阵白一阵 而郭孝的脸色 就更难看了 方玉月治了一下 挑眉试探道 有没可能 那男的和他老婆 根本就没什么感情 现在男人现实得很 要是女人没什么用 换一个老婆 也很正常 我先了先眼皮 附和道 也是 那男人可能就是 图女人分来的房产盒钱 才忍心让他做 我见不得光的见货 我开门见山地骂出来 让郭孝的脸色 彻底跌至谷底 你是不是得了产前抑郁症 整天有的没得瞎嗶嗶 迭代坏了孩子 方玉月心虚地瞥了我一眼 悄悄扯了扯郭孝的袖子 她以为我没看到 我就装作没看到 老公你这么正直 肯定不会干这样无得的事 哦 她闻咽一梗 半想 无语地点头 方玉月不服气 还想再变几句 刚要开口 下一秒 眉头一皱 直接冲去了卫生间 一声声刚呕传来 郭孝急得像肉锅上的蚂蚁 想去看看 又顾忌着我的眼色 半想 方玉月面色苍白地回到座位上 郭孝立即给她桌旁 放了一杯热水 那眼神柔得要滴出水来 我醋了醋眉 半态难笑道 我要不是知道你光棍一个 真怀疑你是怀了哪列男人的孩子 毕竟 你可从来没什么胃痛的毛病 唐欣 郭孝彻底黑了脸 你要适可而止 玉月拿点惹了你 你要这么诋毁她 她可是你十几年的铁词 你一样怪气冲我来 别欺负她一位女人 我动了动毛子 眼神直咕咕地望着她 心里一片死寂 如果说 在医院我还有几分怀疑 线下我彻底相信 是他们背叛了我 方玉月见郭孝为她出头 眼里闪过一丝洗色面上 却浮起几分委屈 郭孝 唐欣只是心情不好 才说了几句 我理解的 是我不好 今天不应该过来打扰你们 说着 她中度拿包要走的样子 郭孝上前一步 立马拦住她 我送你 正好不用看着脸色吃饭 方玉月跳开郭孝 邪孽了我一眼 云淡风轻道 唐欣我先走了 改天再来看你 能被关的震天想 我脸上的面具 终于一寸寸崩裂 用十几年的时间 认清了一对男女的真面目 这的代价 也太大了 眼睫上的泪再也挂不出 磕磕砸落在手背上 啄得心里生疼 当晚 我刚躺上床 大学室友直接发来一张照片 这不是你老公吗 怎么和方玉月有了孩子 我打开朋友圈一看 直接气乐了 照片里方玉月和郭孝 亲密地嘴贴着嘴 两人食指相扣 恨不得照告全世界 他们有一腿 那张怀孕的孕简单 还刻意被放大 她配上门案 前十年你是别人的 后面几十年你是我的 感谢你给了我一个新生命 我们会一直相爱的 我反手一个截图 这些可都是郭孝出轨的凭证 这时 底下好多熟人调侃 则 这是暗恋成真 开花结果了 还有人硬插一脚 笑问 这男一看就是渣男 他家众姑娘娘知道吗 那些吃瓜的 贡得闲事大 好手段 养得女人肚里都有瓦 哪个肚子都不落下 还是你会 我抿了抿唇 敲出一行字 祝你们百年好和 段子绝孙 郭孝红这一张脸 很晚才回来 即便他换了件睡衣 我依然能闻见 他身上的熟悉的香水味 和刺鼻的酒味 老婆 我知道你怀孕辛苦 看我给你买了什么礼物 八周年礼物 是你心心念念的技嘉项链 台眸一看 他手里拿着礼盒 一股脑地坐到我床边 他面色驼红 想牵我的手 一想到方玉岳朋友圈 十只紧扣的照片 我胃里顿时翻江倒海 身体一侧 他手抓了个空 他略带委屈地看我一眼 右一眼 低声问 唐欣 我都认错了 你到底怎么样 才能不和我闹 我无声地扯了扯唇 压下心底的寒凉 我说了一句 等你洗完澡 我有话和你说 他点了点头 直接去了浴室 手机传来新消息提示 我点开一看 方玉岳又更新了动态 他正戴着一条巨字形的钻石项链 项链的背面上 甚至刻了两人名字的手写字母 我只手打开一旁的礼盒 同样银白色的巨字形项链 背面没有刻字 且还是银款 我倾笑一声 将项链物归原处 原来 在姑笑的心里 我和方玉岳的价值 竟是如此 一个银款 一个钻石 笑着笑着 演得渐渐色了起来 他们到底什么时候好上呢 真的只是三个月前吗 我登上社交平台的小号 跑去郭校的账号 下一点点寻找蛛丝马迹 越往下翻 心疼得越厉害 原来 早在一年多前 他们便有了纠缠 他们俩去网红咖啡店打卡 他陪方玉岳去北方滑雪 他甚至还陪着他去那衣店 买贴身内衣 我颤着手 一点点往下翻着 一个月前 因为怀孕激素分泌 我胸围增大了不少 以前的内衣都不能穿 我让他去内衣店 帮我拿几件孕妇专用的内衣 他当即甩了脸子 怒声道 我一个大男人 怎么能去帮你买那种东西 你自己网上买就好了呀 怀得孕羹的太厚一样 什么都要我伺候 可他明明早就为了别的女人买内衣 甚至还是T字款 原来他不是不能买 只是要看对象是谁 眼角的泪 扑扑全往下掉 眼前模糊一片 我这情深十年 原来竟是一个妥妥的笑话 我不明白 他们为什么非要搅合在一起 一个是我大学初恋 一个是我最好的闺蜜 为什么非要这样恶心我 手机的屏幕差点被我捏碎 我深吸一口 将浑身的怒气按了下去 将两人社交平台的照片和视频 全部保存下来 作为以后离婚的凭证 眼见 郭校就要出来 我赶紧退出账号 放下手机 老婆 月月刚打电话 说他呕吐加重 可能是今天吃坏肚子了 他一个人去医院不好 我把他送过去就回来 他慌张地 一边换着衣服 一边换着鞋 根本没想过要问问我的意见 我莫连开口 你去送吧 最好陪他一夜 他文言 脸上浮起明晃晃的笑意 刚要开口 却被我下一句话打断 等你明天回来 我们离婚 他穿鞋子的动作一顿 转过头质问 隐隐带着几分不耐 唐欣 你什么意思 字面意思 郭校吃笑一声 冷冰冰地指责我 月月真是瞎了眼 拿你当闺蜜 你怎么配 说完 也不等我回应 怒气冲冲出门 两道门摔得震天响 他以为 我只是说得完完 其实那是我最后的通知 他刚坐上代步车 许律师的同学 已经帮我拟好了离婚协议 这套房子是我名下 家里的现金 因为买许区房 早已不剩什么 我们唯一要分的 只有那套许区房 和肚子里的孩子 次日一早 我带着医务去了医院 医生一听都打算 当即做了重媒 唐小姐 你这一胎四个月了 孩子状态良好 这么打得太可惜 他顿了顿 又委婉劝道 喝了几年药 才有了这孩子 又吃了那么多苦 你真的想好了 我苦笑一声 结婚八年 吃尽千辛万苦 才怀上这孩子 药书不忍 是真的舍不得 可是一想到 以后要因为这个孩子 和那个狼心骨肺的白眼狼 有什么牵扯 我是万般不愿 我逼回眼底的湿润 抢笑着点了点头 上手术台前 我将这几天搜集的 郭孝所有出轨的证据 全丢进了家族群 然后关机 躺上手术台 手术进行得很顺利 但医生还是劝我在医院躺几天 我想了想自己在家族群里 丢下的重磅炸弹 果断答应 睡饱觉 吃完饭后 我才慢悠悠开了机 家族群里的 躺的99条消息 全是问我和郭孝的 我忽略郭孝无数个来电提示 直接在群里又炸了一句 我和郭孝已经离婚了 在完学区房后 我们毫无瓜葛 下一秒 郭孝的电话直接打进来 唐欣 你有完没完 你在我和郭孝面前发疯也就算了 居然还去群里造谣 你现在立刻去给我解释 说你发的东西 全是伪造的 我没理他 而是直接打开 方郁月的朋友圈 同一时刻 他一消息进来了 唐欣 既然你知道了 那我就直说 我和郭孝是真心相爱的 他已经不爱你吗 好聚好散吧 你这么败坏他名誉 挺下贱的 我冷笑一声 将他对我发消息的截屏 和他们接吻买内衣的照片 直接挂在朋友圈上 退上门案 十年后 我的闺蜜和我老公相爱了 我只是他们地下恋play中的一环 哼 想要我冷气吞声 那真是看错了我 既然有脸干这样的龌龊事 就别怕我朋友圈曝光 截图一发出去 婆婆的电话打了进来 我犹豫了几秒 还是接了起来 我和郭孝的事 和老人无关 唐欣啊 你和郭孝吵架就吵架 怎么能在曲里败坏他名誉 怎么怀个孕 脑子变坏了 我看郭孝说的没错 你真要挂了精神科看他 哈 我直接气乐了 当即反对回去 他有种出轨没重任 算什么男人 你应该给他挂的男科看看 不带他回应 我立马拉黑了他 我打开家里的监控 看了一眼 家里没人 郭孝应该和方玉岳在一起 正好方便我进行下一步计划 我让物业联系了换所师傅 将房子的锁直接换了 又找了相熟的家政阿姨 让她将屋子里 所有的男性物品和服饰鞋子 全部打包好 扔进走廊上 随后 我给表姐打了一个电话 简单讲了一下大概的情况 她气得就要来医院看我 我安慰她的等等 只请她帮我一个忙 表姐是我们家混得最好的姑娘 我大学毕业后 她已经坐到了外企高管的位置 当时她泰然笑地问我 要不要去帮她 我想了想 还是摇头 他们公司做的是贸易 而我的专业是设计 不太搭了上表 但郭孝学的是贸易 表姐果真招了她 成为她部门的老大 她要是撒扑耍赖 我有的是办法治她 我在医院待了一个星期 决定出院回家 刚下电梯 就见到了郭孝 她面上全是惊怒之色 声音冷得像冰 唐欣 你到底发什么疯 我全家都快被你逼疯了 我妈气得差点住院 你有什么招 冲我来 别呼呼我家人 我神色淡淡 没有说话 直一味地看着她 她像是用心虚起来 缓了缓面色 唐欣 我和月月是清白的 你别听别人瞎编 三个月快到了 我们这月底就复婚 一听这话 我胃里又难受起来 她到底是想干什么 睡一个怀一个 然后再回来我心我 我双眼烹火 面上全是增物 离婚协议已经发进你邮箱 咱们好聚好散 你去签了她 你要有什么其他想法 我不介意再送你和方月月 一份大礼 她眼睛突地盯在我小腹上 情绪激动地质问 孩子呢 肚子怎么是平的 我孩子呢 打了 我大喝一声 她双眼暴衷 难以置信地望着我 伴上一字一句道 你杀了她 你这个刽子手 你杀了她 我再也忍不住 反手甩了她一个清脆的耳光 她转过脸刚要开口 我右仰手打了过去 她拍两声 她两边脸迅速肿了起来 你和方月月躺在一张床上时 有没有想过附中孩子 你给她买贴身的衣食 有没有想过附中孩子 我每问一句 她脸色就更白一粉 你让她怀上孩子 有没有想过孩子 我用尽力气 歇斯底里吼出最后一句 眼角的泪像绝地一般 花花往下流 她神情呆愣 后退一步 几乎就要贪软在地上 半赏 彩虹的眼怒声斥责我 正因为我一时做错了事 你就打掉她 你怎么那么残忍 我判了她八年 才有这些孩子 你敬重就把她打了 你为什么不问问我的意见 我咬碎一口银牙 讥讽道 从你们在床上那一刻 你就失去了爸爸的资格 记住 你才是杀了她的刽子手 话音一落 我转身进了家 门被我摔得震天响 果然拿门撒气的感觉真好 结婚八年 她每每和我吵架 不论是卧室的房门 还是客厅的大门 都是她撒气的对象 每次一发脾气 就怒摔大门 左右邻居 甚至笑嘻嘻地问我 爷老公手镜怪大的 我尴尬的 只能连连点头 唐欣 你对我开门 你对我讲清楚 门外传来郭孝歇斯底里的拍门声 我一个电话拨给物业 王队 我门口有一个疯子 一直敲我门 拜托你帮我处理下 实在不行 帮我报警也行 那天 郭孝是被警察带走的 郭孝这边消停了几天 方玉月又来找茬了 你真狠 孩子说打就打 她可是一条小生命 她不就给了我一个孩子 你至于这么心狠手辣吗 我给的你十万块 难道不能买的孩子 这生意你不亏 我看得她一行行的 发着绿色长矿语音条 吐地笑了 有些女人 还真是见到眉边 行 我不介意让她已出出名 我将她所有的语音 全转化为文字信息 一张张全截图下来 用图片处理软件 做好红色重点标记 等到晚上八点 大家都刷手机的时候 一股脑 将图片直接丢到学校群里 和班级群里 鸟速关机 不是说我狠 那我就狠给他们看谈 次日一早 我刚要出门 就看到公共带着婆婆和郭孝 一起等待门口 说实话 公共是得明理的人 结婚八年 总是想招法地补贴我 明里暗里给我们塞生活费 要说这家里 有什么人我不愿意伤害的 就是她 她一见到我 猛地往下一跪 嘴里道歉 唐欣啊 是我们老国家对不起你 我身影一僵 忙一把拉起她 嘴里说道 郭叔 你别这样 我担不起 她和我爸妈差不多年纪 我哪能受她一跪 一旁的郭孝 瞅整了时机 拉着婆婆 直接建了屋 等大家情绪都稳了下来 公共才开口 唐欣啊 这次是她不对 你要打要骂都是她该有的 但是这小家不能散啊 坏音未落 她猛地踹了郭孝一脚 郭孝腿心一软 重重地跪在了地上 徒不看得敢怒不敢言 她这一踹 是表明了立场 想让我和郭孝从头再来 如果是其他事 我也愿意给公共一个面子 围捕这个不能 郭叔 协议我已经拟好了 我和她到尽头了 这话一落 客厅墨地一静 瀑布双眼瞪得老大想说什么 却被公共扫了一眼 只能欲言又止 唐欣啊 老话说 宁差一座庙 不差一桩婚 真不能再给她一次机会了 公共话音刚落 郭孝猛地抬头 她小声孽如 你能为二十万把我借给方玉玉 我为一套房产 跟她上个床 又有什么错 那可是市区大平层 你那点工资 咱们什么时候才能住上大平层 她怀孕只是意外 反正也是你的好闺蜜 肥水不流外人田 我还没说话 公共红得眼 一巴掌又挥了过去 他一声 郭孝彻底被打偏了脸 婆婆一见 立即扑上去抱着郭孝 心疼地哭了起来 我深吸一口 转头望着公共 歉意道 郭叔 人个有志 就这样吧 她常叹一声 本就余履的身躯 又弯了些许 吃完了早饭 我才打她的手机 学校群和班级群 全是九九家条消息 方玉玉更是给我发了 无数条私信 最后一句 竟还是赤裸裸的恐吓 好呀 唐欣 你既然不要脸 我也豁出去了 看咱俩 到最后谁能赢 我吃笑一声 静静地 等着方玉玉的报复 果然 一个小时后 社交账号上一个帖子 被顶了上来 八年婚姻 女子为了肩服 竟二十万卖了自家老公 还打到孩子 这狗血的标题 果来吸引了无数网友 点击率和评论 蹭蹭地往上标 我卖悠悠地点开一看 里面Y7有8 将我和方玉玉和郭笑 一顿造谣 我成了为前贩卖老公 狠心打胎的红灯女 而郭笑和方玉玉 则是被欺负的弱鸡 我冷笑一声 并没急着做什么 还想看看 他们后什么后招 傍晚 郭笑敲开了我的门 你最爱吃这家的青菜粥 我给你买了点 你趁热吃 他语气轻楼 和以前一样 像什么都没发生过 我静静地望着他 没有言语 下一秒 我猛地拍开了他的手 青菜粥从头到脚 撒了一地 也泼了他一身 他表情一愣 眼里含了几分委屈望着我 别说你碰过的粥 就连你踩过的地 我都闲脏 滚 说完 不带他反应 我一把拴上门 只觉得无比疲倦 这时候 方月月的朋友圈 又更新了 同样的青菜粥 郭笑也给他送了一份 他生怕不顾恶心人似的 刻意配上郭笑 为他喝粥的照片 我浑身一颤 鸡皮疙瘩掉一地 这个男人 终于没事人一样 一边帮的方月月 在网络搞臭我名声 一边又假惺惺地 给我和方月月 各送一碗青菜粥 太弱心 掩探方月月那篇 盲目帖子的声势 越闹越大 吃瓜的网友 纷纷在下面留言 这女人就是一个吸血鬼 老公孩子一个都不放过 她老公不仅眼睁睁 被戴绿帽 还得被她硬逼着 卖身做牛郎 这男人也太惨了吧 这女人拿二十万 花儿不烫手吗 她爸妈怎么生出 这样一畜生 网友的留言越来越多 最后这则帖子 被方月月 直接读进学校区里 一些不懂内理的人 真的就被她带偏了风向 纷纷骂我是贱人 皮巧狗 有娘生没娘养 我直接怒了 将准备好的东西 一一理得出来 三个月前 方月月来找我帮忙时 递点在家里的客厅 恰巧对面的电视机底座 藏的一只镜头 这脸拍得高清镜头 连她脸上的毛孔 都拍得一清二楚 即使 不能凭借这个视频 将她送上片中户的法庭 也足够让她射死了 当满 还是八点 我准时 将视频上传至网络 静静地 等着网络发酵 这时 表姐的电话也来了 搞定了 你可以开始了 我敏唇一笑 眼里闪过大仇德报的快意 因为一直想买徐区房 我和郭笑在家庭胎制上 能省则省 在家基本都共用一台电脑 一年多前 我无意中在郭笑的电脑里 看到了一些蛛丝马迹 她在公司与客户的贸易中 悄悄动了点手脚 用胎人的名义 引在里面专插架 算算这时间 早也捞了不少油水 表姐帮我查的正是这些 一旦这个证据落实 郭笑就等着坐牢吧 而那时 方月月还会理她吗 真是无比期待 听说四日一早 郭笑就被人事总监 请进了办公室 一个小时后 她才面色惨白 垂头丧气地走了出来 我刚收到这个消息 她的电话就打了过来 一接听 就是气急八坏的怒麻生 见人 见人 是不是你 是不是你在背后搞鬼 毁了我 你就那么得意 毁了我到底 对你有什么好处 我眼神一转 静静地盯在阳台上 宝宝衣裳 半嗓 冷笑道 这一切都怪你咎由自取 如果不是你 和方玉月在网上造谣我 看待郭叔的面子上 我也不会走这一步 可你们 自寻死路 活该 话音一落 我再也不想和她废话 直接将她的电话 拉进非名单 当天 郭笑就被警察带走了 听说是直接立案调查 因为所涉金额巨大 公司要求她 毕马补上公司的亏空 抬上公司所有的损失 听表姐说 他们公司 正在严打 郭笑算是撞到枪口上 赔钱不算 该做的劳一天不少 而方玉月收到这个消息 彻底慌了手脚 她和郭笑 还是法定意义上的配偶关系呢 郭笑还不上的钱 只能方玉月偿还 可方玉月脑子清醒 自然不愿做这个冤大头 她要离婚 我刺了刺牙 就等着她离婚 她用肚子里的孩子为要挟 逼着郭笑在监狱里 签了离婚协议 当她刚走完了程序 我便向相关部门实名举报她 假婚骗争 在完整的证据链面前 方玉月被投资商起诉了 名下因为中地分得的钱款和房子 全部被冻结 甚至还倒赔了不好钱 而她本人也被刑拘 冰上警车前 她还对我破口大骂 唐欣你这件人 都是你害我 我关到电脑 将十年前那个青涩纯真的方玉月 从脑海里彻底清除 这两则消息 被我前后上传至网上 彻底洗发了我各种莫须有的污名 方玉月老家的地产商 和相关部门 特地爱客我 导致感谢 了解事情全部真相的网友 也纷纷在我账号下 抬起了长龙 对不起 我自罚一耳光 对不起 我自罚一耳光 看着网友们自觉地刷屏道歉 我常吐出一口气 这场闹剧 到此终于结束了 郭校的那份协议 到底是没签 学区房卖出去之后 我将扣了税 尽得的房款分了一半 转点了郭叔 大几百万的钱 对他们劳两口来说 即便郭校出不来 自顾自一样天年也够了 郭叔打电话 惭愧哽咽咽地说 孩子 之前我受之有愧呀 我敬了半赏 才色声道 郭叔 就当是你孙子里的养老前 一切才落定后 表姐问我有什么打算 我笑了笑 你望天边 八年前 为了郭校 凑过的留学机会 现在可以捡起来了 后来 听同学八卦 方玉月在拘留期间 惹到了监狱里的大姐大 被人直接打得小惨 不过 这一切都与我无关了 我拿着机票 迎着灿阳 踏上了出国的班机 我给你帮你帮我